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人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对于许多人来说,十一月是一个,充满期待的月份,因为它不仅象征住过去一年的结束,更预示住新一年的开始。 但是,在这个时刻,人们开始反思,自己的成就与遗憾,制定新目标和计划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十一月的到来显得格外重要,承载住人们对生活的重新规划与向往。 十一月已悄然临近,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氛围。 这个月份被认为是,财运的关键时期,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住自己的财务状况。 对于那些关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人来说,财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态。 因此,如何抓住这个月份的机会,改善自身的财运,成为了不少人关注的焦点。 再过几天就是立冬了,随着气温的下降,自然界的生机开始逐渐必须,万物也进入了。 修养和收藏的状态,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刻,许多人会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与反思。 然而对于一些生肖朋友来说,十一月却是一个,截然不同的时期,他们如同在寒冬中绽放的花朵,迎来了好运的爆发。 被极其环绕的他们不仅能迎来事业上的突破,还能享受生活中意想不到的快乐与收获。 在这个好运平线的月份,天将喜事接踵而至,财富与机遇似乎向他们招手。 无论是工作上的升迁,还是意外的投资回报,甚至是贵人的提携,都让这些生肖的朋友们,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,心中的期待在这个月份里,变得愈加明显。 幸福感油然而生。 那么究竟在十一月,哪些生肖的财运会特别强劲,能够带来丰厚的财富与好运呢?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与努力,亦或是因为某种神秘的缘分。 这些幸运的生肖,将会在这个季节里,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果实。 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谜底,看看他们背后所蕴含的故事,和潜藏的力量。 第一个生肖羊的朋友们,终于熬到了十一月。 这个转列点带来了全新的希望。 此时他们的棺木工得到了龙得极心的庇佑。 这不仅意味着运势的回升,更是一个告别早期,贵人运受阻的良机。 过去的那些日子,蜀羊人常常感到囊中羞涩。 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时,难免感到沮丧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喜鹊的到来预示住,好运即将降临。 只要抓住这次机会,蜀羊人将迎来财运的笼罩。 生活将会变得格外顺畅。 进入十一月后,蜀羊人的生活方方面面,都显得十分顺心。 贵人的降临让他们,在事业上如鱼得水。 面对各类挑战时,也更加从容自信。 工作中许多发展机会分治而来。 庞扶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在贵人的帮助下,蜀羊人只需用心,做好自己的事情。 薪资必定会上涨,生活的品质也会因此提升。 他们会发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,终于得到了回报。 心中的成就感愈加明显。 此外,蜀羊人的偏财运也特别出色,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在这个11月,他们有机会获得一笔意外的财富。 可能是通过投资理财而获得的收益,或是幸运的购买彩票中奖, 甚至收到亲友们的丰厚红包。 这些突如其来的好运,不仅让蜀羊人感到振奋, 也为他们在年底前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,生活因此更加富足。 这个特殊的月份,蜀羊人不仅迎来了财运的回暖, 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节奏。 在贵人的指引与帮助下,他们的事业将会更加顺利。 生活中的烦恼和困扰也会逐渐减少, 随着好运的降临。 蜀羊人可以期待, 未来的日子更加美好, 心中满是对生活的希望与向往。 第二个生肖鼠的朋友们, 终于熬到了11月, 这个期待已久的月份, 带来了转机, 霉运逐渐散去, 好运悄然降临。 过去一段时间, 蜀人经历了财运低迷的阶段, 甚至偶尔遭遇小人的作祟, 心中难免感到沮丧。 然而,随着好运的到来, 财源广进, 财富纷纷而至。 蜀人的生活可谓是翻天覆地的改变, 犹如一场及时的春雨, 让他们的人生, 焕发出新的光彩。 生肖鼠的朋友天生五行水下柱, 灵活机智, 尤其是1984年, 出生的金鼠齐纳, 因为海中金像争助风盈与富贵。 进入11月后, 他们有机会得到1977年, 出生的土舌相助, 形成四土生子金的生财局。 这一组合为蜀人, 带来了良好的财运, 彭扶掉进了存钱贯, 财富不断积累, 令人倍感乐观。 只要能够借助这份好运, 蜀人的财路将会越走越顺, 生活也将愈发富足。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月份, 蜀人的偏财运表现尤为突出, 意外财富频频降临, 可能是幸运的, 购买彩票中大奖, 或是在某个投资中, 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这些意外之财不仅让他们倍感惊喜, 也为年底前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保障。 蜀人在欢庆这些好运的同时, 也将有机会攒下可观的财富, 为新年做足准备。 随住好运的加持, 蜀人不仅在财运上收获颇丰, 心情也随之愉悦, 生活的压力逐渐减轻。 在这个吉利的月份, 他们会感受到周围的支持与帮助, 家庭的和谐与温暖, 也让他们倍感珍惜所有的努力, 与期待在这个十一月, 都将迎来丰厚的回报, 生活将焕发出新的活力。 第三个生肖马, 生肖马的运势, 一直以来都不俗, 而到了十一月, 预计将会迎来更大的上升空间,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, 这一切都得益于财神爷的庇佑, 让蜀马的人在这个月份里, 更是能够赚得盆满钵满, 生活上不再愁持穿, 反而可能需要花精力去规划, 和管理自己的理财事务, 随住财富的积累, 蜀马人有望享受到更加富足的生活, 同时也会激励他们去探索更多的投资机会, 在未来的日子里, 生肖马的朋友, 在股票投资市场上, 有其有望迎来一笔横财, 贫瘠敏锐的洞察力, 和果敢的决策, 他们能够把握住一些投资良机,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,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, 蜀马人也需保持谨慎, 避免盲目跟风, 在享受投资带来的快乐时, 也要时刻提醒自己, 不要轻易吹嘘自己的梦想, 因为在尚未成功之前, 往往没有人会完全相信, 你的努力和追求, 虽然外界的认可, 可能需要时间, 但蜀马人要相信,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 总会迎来丰硕的回报, 正所谓有付出, 就一定会有收获, 只要保持专注和耐心, 未来的财富, 将会越来越丰厚, 生活也将愈加美好, 这个十一月, 蜀马人不仅能够, 收获物质上的财富, 还将积累经验和智慧, 为未来的发展, 打下坚实的基础, 随着运势的上升, 蜀马人在理财, 和投资方面的能力, 也会得到提升, 他们可能会结识到一些, 志同道合的朋友, 互相分享经验, 形成良好的社交网络, 这种支持不仅能, 带来财富的增加, 也让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, 感受到更多的动力和鼓励, 第四个生肖龙属龙的人, 在2024年11月, 迎来了新的希望, 福德工得到极新的相助, 将彻底改变之前, 财运不顺的局面, 这一切的变化让鼠龙的人, 在工作上如同顺风扬帆, 事业发展的每一步, 都显得格外顺利, 步入11月, 好运接踵而至, 他们不仅能够摆脱之前, 频繁的霉运, 还将迎来正财的上涨, 生活中烦恼的事也逐渐减少, 心情也随之愉悦, 在这个好运的月份, 鼠龙人将会感受到, 机会的到来, 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们, 将遇到横财大运, 不论是工作上的晋升, 还是生活中的意外收获, 都将给他们带来, 巨大的满足感, 这种顺利的状态不仅, 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, 也让他们更加愿意去, 赢接下来的挑战, 鼠龙人在这个月份中, 将会发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,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, 此外, 生肖龙的朋友们在11月, 也将在五行的助力下, 赢来一笔天降的横财, 这笔财富可能是通过, 买彩票中的头等大奖, 或是因为某个贵人, 找到他们合作投资, 而获得的丰厚收益, 这些意外的财运, 不仅让鼠龙人感到兴奋, 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, 更多的可能性, 然而, 鼠龙人需要时刻保持警觉, 确保能够抓住这些机会, 让财富的积累更上一层楼, 在这段时间里, 鼠龙的人不仅要, 关注工作上的发展, 还要善于识别身边的机会, 他们的社交能力, 也将得到提升, 偶合的人彼此之间, 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, 通过这些合作, 鼠龙人能够在事业, 和财运上实现双丰收,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于丰盈, 第五个生肖猪鼠猪的人, 在2024年11月, 迎来了财运的大好时机, 命中即兴的关照, 使得一大波财运向他们涌来, 尤其是那些从事销售的小伙伴, 这个月的业绩绝对是蹭蹭上涨, 业绩如同火箭般飙升, 能够卖出大量产品, 从而带来可观的财富, 每一次交易的成功, 都将为他们注入更多的信心, 让他们在事业上获得,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与成就感, 然而尽管财运旺盛, 属猪的人在享受财富, 带来的喜悦时, 也要特别注意破财的问题, 切勿因为手中有了钱, 就只想住疯狂购物, 这样容易导致冲动消费, 最终买回一些品质不过关的东西, 心里难免会感到不爽, 理智的消费观念在这个月份, 显得尤为重要, 属猪的人应该, 在享受生活的同时, 保持清醒的头脑, 做出明智的选择, 以免因小时大, 在这个月份, 属猪的人还可能获得一些, 额外的收入来源, 或者通过投资, 获得不错的回报, 无论是副业的开启, 还是在投资市场上的获利, 都将为他们的财务状况, 增添新的亮点, 然而面对这些财富, 属猪的人需要小心理财, 不要过于沉迷于短期的获利, 而应注演于长期, 稳定的财务规划, 这样不仅能够保障他们, 大钱的财富状况, 也能为未来的生活奠定, 更坚实的基础,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11月, 属猪的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, 积极开拓业务与投资管道, 努力实现财务的稳步增长, 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积累, 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挑战, 确保财运的持续旺盛, 把握好每一次机会, 属猪的人将在财富的道路上, 走得更加顺畅, 有缘人, 当你能看到这个影片, 说明你们全家好运都要来了, 从此刻开始, 你要走红运了, 家里的病人好了, 身边的小人没了, 财神爷来敲门了,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, 只是你要接住财运, 接住了翻身报复, 代代有钱, 快来点赞接财神, 给师父一个感应, 让这份财运和健康更加巩固, 纳摩大慈大悲观, 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兴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, 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4名字幕志愿真am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, 帮分压送游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, 到此前会まで 600万円装保持一下。 人被她罻 conclud中及浩子企档节, Rus底视 Giulia川之法模特上是某耀了的安排去猜 ble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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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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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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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